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传,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三大指数在今天很震荡,到收盘的时候也是涨跌弧弦,到穷比较好 但是纳斯达克标普就是比较弱势的 怎么说呢,早盘的时候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温和 但是后来选择了破位,破位之后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市场构建了一个上升通道 但是三个小时构建的上升格局在尾盘的30分钟被直接打掉 完全的拿下,并且还杀掉了早盘的最低点 然后让我们来看到30分钟的局面上面的整个的NQ 这个空投的节奏依旧是明显的 同时还在短时间之内给我们构建了高点下移 还有低点下探的这个局面 所以整个的局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变化 和上个周还是一样的,还是看一个下降的趋势 只不过呢,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很抖动 大家要注意,他这个你今天盘中时间段涨得再多 涨得再好,是不是被200周期局限在压制呢 是不是纳斯达克的这个群星没有上得去 是,在这个盘中时间段啊 大家如果在今天做日内的时候,在这里做多了 哗哗一顿往上涨,这块的涨子呢 非常诱人,非常让人开心 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做得好漂亮 同样呢,做空的人可能感觉早爬的时候 哎这个地方做得好漂亮,结果怕往上走 呃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多和空 现在的这个市场,因为在日内级别上来讲 它是很震荡的,我们只能讲这个大格局上面 日线绝对是一个空投的节奏 这个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30分钟的局面也依然是这样一个下跌的行情 所以大家要有很好的承受风险的这个心态 你就是要知道这个纳斯达克不去网上去突破这个14800 就没有什么多头 就是接下来什么宏图霸业 就不用去谈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纳斯达克呢 和这个指数都是非常作的 上下的抖动来回的晃 就跟这个男友苏大强,卑友谢广恨一样 上下就是作,一顿抖动一顿作 所以大家就把握这个一个方向 上方这个14800这块纳指不去突破 你就别考虑什么大涨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标普这边呢更明显 那个纳斯达克还是比较弱势一点 一个下跌式标普这边就是一个妥妥的一个方形 现在还没走出长方形 基本上跟正方体差不多 还是个长方形 上方的压力非常明确 4530 下方的支撑非常明确 4439就是区间里面 在这个区间里面 涨也行跌也行 都可以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参与这个区间里面的 低买高卖高抛低吸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没有多头和空头的方向所言 非要找方向 整个的市场现在依然是弱势的方向 所以呢我们还是目前还是继续持有空头 但是今天消息层面上没有什么好消息 大会大消息 或者是利空的消息 没有啊 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 SAVE啊 他和Frontier 他们俩进行了一个合并 这个应该是Spirit 这个航空 我要是发音没发错的话 因为我做过他们的航空公司 太吓人了 这个是跟公交车一样 关键是我其实有一次去去Denver 我做的是Frontier的飞机 好像是要经过洛基山脉 好像比较陡峭 飞机是非常非常的震荡 哎呀 那时候那一次吓坏了 那这次呢 他俩合并 他俩合并之后呢 不知道反垄断法是否会通过 因为呢 这两个是廉价的航空公司 一旦他俩合并的话 将在廉价航空市场当中 这边呢 是一个绝对的 非常强势的一个 就是龙头的地位吧 好吗 所以SAVE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带动了整个的航空股 今天的上行 那我们之前呢 对于航空和中盖的 这个长期的持有 让我们 包括还有一部分的空舱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 获得了回报 所以即便今天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还是换回了一个 5100块钱的 一个当日的一个收益 所以还是不错的 这让这个政令的策略呢 还是有效的 目前还是持有空头的舱位 以做空的舱位为主 然后即便大盘有下跌的话 我想空头绝对足以覆盖住 航空和中盖的这个舱位 那么阿里巴巴今天跌的很多 是因为花旗银行说 孙正义 他的软银 可能要去抛售部分 阿里巴巴的股票 所以导致阿里的这个行情 是出现了下跌 那接下来呢 还是看阿里的业绩吧 好吧 行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 整体的行情偏空 但是注意我刚才讲的 画的那个标普的那个方体的图形 所以区间里面没有胜者 没有多头盈利 或者是空头盈利 没有胜者 只有方向性 能不能把握这个趋势 你的持仓的心态 能不能符合这个趋势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 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和我们一起做短线的交易 或者说我们帮你去点名这个大的方向 能帮助到大家的交易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顺势二维的事情 而不要去走逆风盘 现在明显趋势是往下走的 所以大家可以扫二维码 或者是加微信 参加在分168 电话8009588561 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和我们一起 好 谢谢大家